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KFC的Koslo做法 包菜沙拉 首先准备大约300克的包菜 先把它切成丝 再把它切碎 切好之后放入大盆中 接下来准备一块胡萝卜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放入大盆中 再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好之后让它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后再把它沥干水分 再用手抓一抓 把它挤干水分 然后倒入到大碗中 接下来准备半个洋葱 把它切成葱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碗中加入100克的美奶汁 再挤入4克酱汁 再挤入4克酸干汁 加入2勺白醋 2勺白糖 一茶匙的盐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再加入两勺鲜奶 继继续搅拌均匀 再把它倒入到碗中 把包菜翻拌均匀 然后盖上一层保鲜膜 然后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进冰箱 研制4个小时以上 4小时后再打开保鲜膜 稍微的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把它装入到盘中 香喷喷的包菜沙拉就做好啦 在家自己就能做出KFC的Coslo 做法简单 零失败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忘了 你们好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